根据统计当年的莫拉克风灾 也就是8月8号那一天 伟高雄地区的纳玛夏 带来一日超过1000公里以上的降雨量 导致发生大量的土石流 许多居民因为没有及时撤离 结果造成数十人伤亡 因此及时的雨量统计和预警的撤离工作 成了部落重建之后 居民必须要有的危机意识 风灾过后 高雄市那马乡区公所 在当地进行了实际的撤离演练 希望未来在可能的灾害来临之前 不要再有悲剧发生 台风海上警报 先行会召集我的放在中心的人 放在中心的人 对 今天可能会通 那个包商跟我讲说今天会通 那个好 抱歉 还没有 等一下会广播 对 可以 可以 等到那个买设完了 那个包商会通知 那么像达卡路瓦里的里长孔孝平 电话接不停 因为居民期盼许久的省道公路 终于抢通 对 他们随时放行馆 随时放 因为那个行馆 那个包商老板跟我讲说 一定会让你过了 就让你们过了 自从八八风灾过后 直通那马下的台21线 始终柔长寸断 我们沿路开车到达便道 重新铺设的地点 居民正等着故乡回家的路 两年前的八八风灾 那马下因为灾情惨重 居民陆续被政府撤离到避难所 就这样他们有半年的时间 没有回到美丽的家园 重新回到互乡 除了重建工作 练习如何避难 也成了最重要的课题 带领这个部落的人 这是最痛苦的一件事情 因为如果说你一下错命令 一下错命令的话 会造成说 比如说今天你们这些人 撤离到我们的避难处所 那结果突然这个乙就没有了 就不下了 没有遭到 虽然是有下 但是没有遭到那些损坏 会变成我们这个 我们的李明 会讲说你这就是放羊的小孩子 所以有些地方 真的我们没有办法拿捏的事情 事先撤离应该是最好的一个方法 那现在就是我们要克服的 就是说怎么让屈民 就是李明 怎么让他们就是很心服口服的 就是去避难 当然有时候他们也不愿意走 为了生命我就跟他们讲说 就是拜托你了 我不希望明天我们听到哭声 请这么多人 请你一个人或者两个人 请你到避难处所来这边 你我们都很重视你的生命 难道你都不重视你的生命吗 从农国会水保局台南分局所空拍的卫星照片来看 灾后的纳马下的确潜藏许多土石流危机 防灾胜于旧灾 避难更重于防灾 当初的权力与生家姓名相比 无预警的灾难一旦发生 避难是防灾的第一个选择 在八八水灾之前 我们的这个防灾 我们的雨量的警戒指 雨量的警戒指是五百五 当初是五百五 经过八八水灾之后 改变成为两百 警戒指改为两百 因为现在整个地址都变了 然后再加上我们的河床已经变高了 之前我们的河床是深度是 最高的深度是一百五十 离这个我们的道路 你道路是一百五十公尺 那现在是最多的是十到二十 那所以我们当初在莫拉克的时候 莫拉克的时候 就是每次有台风的时候 我们都会有一种这种观测雨量 我们到时候用观测雨量来观测 然后观测的时候 如果是到达三百 超过了三百指的雨量 就要开始做我们的广播的系统 这个台风的话会影响到我们 那也希望我们的部落 我们防灾应变小组的人 我们随时要准备 希望提高紧接 地球环境改变 防灾已经无法使用旧标准 疏散到避难处就是要躲灾 但是莫拉克风灾发生时 原本是避难处的民权国小 也遭到土石流侵袭 当时有60辆汽车遭到掩埃 眼前所看到的就是保留原貌的遗迹 为了寄取教训 纳玛夏区的避难处也有了改变 南克沙路的部分是在我们民主平台 那我们麻雅礼的部分 目前是在旧民权平台 那现在民权国小的新建这个教室了 是将来我们这几年 也是作为避难的一个地方 这个有这样子的公司 那达干娜的部分 就是在义礼的部分 它要疏散的话 就是到我们厄里有一个大光教会 中央气象局已发布台风海上警报 预告台风快点拉马下去 再来号叉 各位乡亲做好防派准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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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带上大家的话 那什么呢 好吧 因为我们是天赋的关系 让你们要舒散 大家辛苦了 我们未来要安全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配合 一定要好好在你们的避难所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配合 我们也是有做这样一个 所谓的岩塞湖的防灾演练 所以这两年我们都是重点 在这个防灾的演练 怎么样让我们将来 假如说有发生这个事情之前的一个 让我们在比较低洼的地方 居住的人民 能够怎么样舒散 这个都是我们现在 在纳玛夏曲公所所应该有的一个工作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平时都在努力 从去年开始 我们就有事 需要在这个地点设置一座黄沙坝 来减缓 希望能够抑制 抑制部分土石下移 减缓土石下来的数量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